字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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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感覺到左腳的推正 因為左腳這隻腳有幫助你幹嘛 有一個拉的動作 但是你右腳你會變成說 你就只有完全靠這邊 你的左腳沒有在幫助你做拉的動作 所以等下你在做的時候 我要你去focus在你的 段的這隻腳雖然會再用力 但是你這隻腳會有一點點 帶動 就很像上籃一樣 對不對 這邊也是一樣 上籃這邊也要用力 帶 對 右腳會有拉的感覺 很好很好 帶 帶 對對對 有比較好有比較好 對 1 2 3 4 1 2 3 很好 1 2 3 4 很好 所以等一下幫我站在這上面 我要你focus在 你碰到這邊的時候 你要快速的彈起來 很像蜻蜓點水的感覺 你要爆 就直接彈回來 所以在上面的時候 可以休息久一點沒關係 調整好再下去 所以你在這邊的時候 我要你單腳站立在這邊 然後下去的時候 往後跳 但是碰到 就要馬上起來 在這邊可以稍微等到你穩定 爆 再下來 但是我要看的是這一拍的速度 然後身體 稍微微微往前傾 然後你在過去的時候 你在碰到的時候 我要你想著你要往前跳 6 這兩個 7 不要軟掉 要把拉做出來 拉 對很好很好再一個 拉 對 你在這邊的時候 我要你單腳站在這邊 所以左腳的話就先往左邊 然後你在過去的時候 我要你回來 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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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嗎? 身體重心都是維持在這邊 你不用跟著他一起過去 跟著他一起過去 我要你身體重心維持住 然後讓你的腳去做事 讓你去控制 你每一下你都可以 回到你想要的位置 3 3 4 但只一點沒關係 4 對很好很好 5 好 好休息 1 2 好 1 2 然後在跳的時候 我要你去確保說 讓你過去 1 2 這邊的時候它可以在平行 或者是前面一點點 但是你不能讓這隻腳在後面 因為在後面你會有一個被扮到的感覺 然後 大大 對啊 好 1 2 可以 1 2 好 再一個 你就要把它想像著拿球 這個Motion就是你的擺臂 所以你要如何在你的身體 可以跟得上的速度下 去做擺臂 所以等它在過去的時候 我不要你有一個身體重心會往上再往下的動作 我要你就是 Stay Low Stay Low 可以直接起來 巴巴 對 維持住 起來 對 有 還記得我們之前有做過這個嗎 只是加上負重 所以你在這邊的時候我要你一樣 把它蹲起來換腿 蹲起來換腿 OK嗎 都是全力喔 然後重心都是在這個板凳上放 蹲起來喔 換右腳 換左腳 對 6 7 蹲高一點 8 9 對 休息 吸收了還要有一點時間 因為要養成習慣 自己跳跟C教練在旁邊 跟我講那些動作的細節不太多 這要怎麼把這邊練的東西 然後回去養成好的習慣 你們把他改過來 還是我現在要做嗎 順起來 對 再慢一點 在上面提一下一下 對 大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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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然後去找身體的重心喔 再來 我要去找那個扎實的位置 那個位置就是你在深度上面 你最習慣的那個深度 所以在跳躍的時候 如果你要跳到最高的話 你就可以稍微去找下這個深度 可以兼顧力量跟速度 你不能下台的時候 你就會有點垮掉 你有幾下就有做到 你很清楚知道這個在哪 支撐住就起來 然後右腳全空 腳尖微微勾起來 對 好 勾 慢慢下去 對 輕碰到 站起來 1 6個喔 2 3 對 勾起來勾起來 左腳 2 對 3 3 所以躺下來 完全後腳跟在這上面 屁股懸空 然後感覺到你的後側是緊繃的 所以在這邊的時候 我要你是 快速的 抬起來再放下 很像跑步一樣 只是你是用後腳跟去跑步 OK嗎 試一下喔 對 對 對 很好 對 很好 很好 感覺還行嗎 可以 辛苦了 辛苦了 左腳 我要你順時針 但是每個地方 都要停兩秒 然後在過去的時候 小跳起來 前腳掌會先落地 但是我要你後腳跟會follow回去 OK嗎 所以在這邊過去的時候 會有一個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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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1 2 1 2 1 2 對 再踩直一點 踩直一點再下去 對對對 就感覺到屁股它還是有張力喔 回來的時候 我要你Stick在這個地方就好 就是它不會有一個 彈起來再回來 對 還是要緩衝一點點 對 對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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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琳在這邊 它會有一點點擺盪 然後下去的時候 我要你就是 它會有點 甩起來 然後再做一個肩推 然後回來 所以在推的時候 記得 屁股還是要保持張力 它不要變這樣 然後這樣 單腳支撐 然後下去的時候 我要你寬膝懷一起到四分之一頓位置 我要你感覺到你的屁股在用力喔 如果你膝蓋不夠彎的話 它太直的話 你會感覺到你就是 後側這邊很緊 所以我要你再蹲低一點點 對 你有感覺到屁股往後推的感覺 然後從這邊起跳 然後再回來 緩衝回去 所以它整個動作看起來好像這樣 一開始幫我站好 然後下來到這個地方 感覺到屁股往後推 然後身體維持住 胸口維持在腳尖上方 這隻腳就順勢往後踢沒關係 然後踩起來 緩衝回來 踩起來 但是我要你每次回來的時候 你的屁股都是有張力的 OK嗎 很多人他回來還會變這樣 他的張力是在膝蓋 往也是在後面 所以你的寬的動作 還有一個收進來的感覺 戴起來 收進來的感覺 對 戴起來回來 1 對 2 很好 3 再來 2 3 對緩衝回來 緩衝回來 你的手是那個槓的感覺 所以在下去的時候 你就是順著下去 順著大腿下去 然後起來的時候 我要你去拍大腿 寬會往前戴 身體會站直的感覺 然後剛好 撞到之後才可以延伸 寬留住喔 留住 戴 還不夠 下來 對 讓他離開一點 停 對到這裡就好 好 然後這時候戴 欸有比較好 再一個喔 不要想著拉喔 因為這個重量很輕 我要你想著撞起來的感覺 GO 戴 就讓他自然而然的去 去頂起來 但是你會有點是刻意的想 想要拉起來像這樣 對 有比較好 接著Timing跟上後腳跟一起 對 戴 對 很好 那一拍就決定了 槓鈴到底會丟多高 然後多快 所以你在那一拍 你就要把速度做出來 你不能慢慢 所以我們舉重 並不是說 一定要做得多重 而是你要把這個發力的模式 帶到跳躍裡面 這邊有一個木棍 然後我不要你踩的時候 會踩到這邊 所以我要你是往正後方走 再回來 所以在這邊的時候 我要你過去吧 然後再踩回來 所以你左腳會Forge 在往上 右腳就是順勢的蹬回來就好 對 一樣寬的腳都會做到 再來 對 OK嗎 不要延伸的太多 對 然後這邊留住喔 這邊留住喔 三 以真木萱第一個月的訓練來說 我是覺得效果非常的好 因為他本身 可能在之前的訓練 都是以耐力啊 體能為主 對於技巧 這方面比較不足 那這個月就是Focus在 他的穩定性 然後他的平衡 他的整個動作模式 動力鏈的傳導 然後加上他的跳躍技巧 加上一些舉重的技巧 因為他本身高中 其實就有接觸過舉重 因為舉重 就是比較難的東西 所以其實你自己要去學會 是蠻難做到的 一定要有教練在旁邊指導 然後我就會指導他一些 寬發力的技巧啊 看他能不能運用到球場上 因為他已經進到賽季的期間 所以他在訓練上面 我反而不會讓他 他覺得很累 因為畢竟還是以練球為主了 那我們就是 以質量代替數量 就是每一下的質量 一定都要做到 然後去Push自己 然後休息時間 也稍微讓他拉長一點點 讓他保留體力在 真的在練球上面啊 或者是技巧訓練上面 所以我們能做的就是 把訓練的質量提升 然後剩下就交給教練 跟世心的體能教練 經過這一個月下來的訓練 我從剛開始來的時候到現在 我覺得改變最多的是 我整個動作的流暢度 協調性 包含怎麼去更順的動作模式 包含跑 包含跳 以前會比較想說 可能想要跳更高 就是要增加更多的力量 所以就常常去練一些深蹲什麼的 但是之後發覺 跟Steve教練這樣訓練下來 我覺得 其實有很多小細節 是需要改善的 我覺得 整體的協調性跟平衡 改善很多 左邊受傷 然後傾向用右邊 可是這一次的訓練 不只是彈跳 還有包含平衡 節奏 身體的控制 還有核心 我覺得這些都幫助我 很好地幫助我 更快地回到球場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訓練 非常幫助非常大 之前腳踝受傷 本來彈跳訓練 暑假就要開始了 那個時候時間也比較充足 因為沒有大大小小的比賽 可以比較專心的 在訓練上面 可是之後腳有受傷 然後也復健一段時間 然後剛回來有比賽的訓練 然後還有彈跳的訓練 我覺得我在這方面 調整的還算不錯 訓練完的保養照顧身體 怎麼去做好的修復 然後去應付下一天的訓練 還有比賽 有機會就要嘗試 不管在熱身 甚至是有空檔的時候 我覺得就去嘗試去突破自己 因為我覺得你不敢試的話 永遠都不會進步 所以我覺得 怎麼在實戰中去嘗試 這一點對我來說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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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